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的确之前就有跟大家提到 其实2022年 虽然我们还是看好整个股市的多头行情 可是因为整个步入到景气 步入到一个扩张的一个中期 再加上因为整个经济复苏呢 已经步入到比较上轨道的一个情况 那尤其目前可以看到 不论全球的通膨 都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档的一个情况 这部分其实让全球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正常化 其实会成为整个今年主导金融市场波动的一个主要来源 虽然联准会之前已经一再说 他们会提前跟市场做好沟通 不过我想今天造成整个凌晨 造成整个美国股市大跌 最大的原因真的还是就是在于联准会的利率会议记录 其实真的比市场原先 其实包括我自己 也比原先预期的来的鹰派了许多 那因为比方说像去年12月那时候就是宣布要加快缩减购债 从151美元提高到300 那这部分在今年的三月份会完全结束购债 原本市场预估可能到六月份才会开始升息 那虽然说其实在整个利率期货的部分都一直有把这个时间点往前移 但是即便前移的一个状态之下 至少大家已经接受了今年联准会就是要升息 幅度可能是两码到三码 但是没有想到说缩表也可能在今年就这么快发生 那像去年12月本来高盛证券都还预估缩表的时间点 有可能会落在2023年的上半年 但因为在这一波包括了其实最近美国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 虽然说疫情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它其实目前的一个整个Omicron的疫情 已经有一点流感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部分其实反而让整个联准会其实是更专心去解决在目前通膨的一个问题上面呢 目前就是其实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调整对于联准会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值 那以目前最新来看的话呢 当然我们觉得可能升息的时间点就有慢慢从六月份可能提前到五月份或三月份 这个几率都有在升高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缩表的部分 目前像高盛已经预估可能今年第三季会开始缩表 那摩根大通大概是预估今年的九月份有可能会开始缩表 不过我觉得在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包括了一月底 还有三月份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其实会释出更多的一个讯号啦 只是就今天在整个利率会议记录这样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的确让市场有一点吃惊 这部分也造成了很明显的一个吸反应的一个下跌 我跟你讲联准会都是这样搞的 他就是先跟你下一下对不对 对 然后实际上没有那么那个 市场先跌一段之后呢 他后面就再摆出一些歌拍的这个理事 对不对 然后开始又放风 说没那么极端啦 也没那么激动啦 大家不要安啦 这个市场又慢慢回稳了 等到真正要动的时候呢 市场就开始要涨了嘛 对 没错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都是搞这一招啊 所以其实 对 我想其实虽然说 今天凌晨的这种大跌 可能让有的投资人会有一点 就是害怕 不过我们其实就有经验的投资人来说 应该已经开始慢慢 我觉得也要慢慢去习惯 就是在今年这种波动环境之下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 说在联准会正式首次升息的前半年 通常美国股市大概就是在平盘左右震荡 那当然它每天的上下幅度可能会变得比较大 这当中但是真的进入到升息循环 反而股市就回归到基本面而出现了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觉得就这个时间点 不论是老实说 如果你说真的三月升息 可能现在就真的是跌一跌 或许这个痛苦会比较快结束 对 那如果还要拖到六月的话 或许就这个阵段上半年的操作 可能就会变得你变得要比较灵活一些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与其去猜测 到底是三月或六月份要升息 反而不如在现阶段的投资策略 我就建议投资 第一个你就股票的部位 你还是要保有一定的核心的一个部位 因为毕竟目前还是在一个景气扩张的一个阶段 那只是说你针对这种 可能每天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话 你可以采取现在有很多的一个 像大额定期定额 或者是那种日日扣的方式 去建立你的一个股票的部位 就把你的那个入场的时间把它分散 对对对 就摊平这个所谓波动的风险 因为真的很难去猜测最低点 那当然可以有一些技术面的一个参考指标 那举例来说 如果以美国十年级公价值利率 目前已经又来到了1.7个percent 那今年来短短几个交易日日就弹升了20点 那就像去年一月底到三月份 它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大概弹升了也是将近70点 去年的三月份高点 十年级公价值利率是在1.74左右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一波来看的话 十年级公价值利率大概可以以 大概1.78到1.8个percent 作为一个初步的满足点 就是如果它真的overshoot的话 有可能会到1.78 可是我觉得在急速弹升的一个空间 应该是会慢慢的一个收变 不会上到2% 今年有可能 可是不会是在上半年这么快 对那我觉得这部分只要值利率开始出现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对股市尤其是科技股的一个压力 就会相对慢慢的一个比较可以释放出来 其实我觉得今年有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刚刚你讲说那个定期定额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用时间换去 对用进场的这个时间点去分散波动风险一个方法 不然的话你就是等波段大跌下去买 对不对 那涨上去的时候要跑快一点 今年我觉得是像去年这种持续波段大涨 一涨涨好几季度的这种行情应该没有了 但是呢你也不用太担心说什么熊市来了 或者是崩盘对不对 我觉得还远远还不到那个地步 对对对 修正个10%15%其实这个波段有很明显修正下去的时候 应该要逢低买 因为毕竟讲实在的股市死掉了 全球股市都崩了 对谁有好处啊 连准会也挂了吧 最近是连准会不会想看到了 拜登第一个就修理鲍尔 我好不容易才提 克服了很多困难提名你了 让你去认了你给我搞个大刹破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的 他们当然就是想说 大家各方面都要求好吧 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把通膨压下来嘛 把这个通膨预期心理打消掉嘛 原物料价格让它涨声和缓一点嘛 好这个压抑一下 另外一方面还是要顾到经济的增长 跟金融市场的一个文件嘛 对 那的确我们看到 其实我觉得如果就通膨这个来看的话 当然其实包括了就是在下个礼拜要陆续公布出来的CPI 相关的通膨指标 可能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会在持续的攀高 搞不好颇期哦 会 目前的预估是已经会达到7.1个percent 那上个月大概是6.8个percent 那核心的部分也可能是5.4个percent 不过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连准会这种银派的一个政策出来 一个讯号出来 其实在抗通膨债反应的通膨预期 反而是开始慢慢的一个下来的 所以其实民众我觉得它的一个市场预期会开始出现调整 另外一个就是就供应链的问题来看的话 虽然说目前美国还是缺工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看到如果就ADP它机构民间公布出来的一个就业数据 其实上个12月是新增了80.7万人嘛 是7个月来最大 而且其实就之前受到疫情比较严重的 包括了像是贸易运输 还有在制造业的部分 其实都创下了去年9月份以来最大的一个增长 其实显示着这个缺工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有慢慢缓解的话 对于连准会一直很担心的通膨的问题 我觉得也可以开始适度的一个比较缓和 这算是一个比较偏正面的一个讯号了 OK 不过美国现在这个离职率很高 因为可以调新 而且工作机会多 对那第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礼拜我要公布就业 现在劳工最大 就是是买房 就是劳工的市场 劳工市场 对对对对 那可是当中我觉得还是要看 因为很多就是领完年终之后就会想要跳槽 那或许过了一二月这个高峰之后 可能这个离职潮就会开始慢慢的一个比较稳定下来 这个我觉得后续可以再做一个观察 好 不管怎么讲市场恐怕这个今年震荡难免 这个所以大家可能安全带还是要绑紧一点 不过讲实在中长期的一个投资策略跟方向 我们也不用太担心短线的波动 短线的波动势必难免的情况之下 只要你方向盘握得稳 我相信还是可以开到终点站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大家一直在讲说联准会 这个会议纪要到底是什么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FOMC的会议纪 就去年12月的 在最新美股一个交易日尾盘受公布 所以那一公布之后 道琼就直接跳水 本来还在平盘之下 平盘之上 就突然就急杀 那个杀 最后大概一小时杀得非常凶 就是因为这个会议纪 这个会议纪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经济走高 然后通货膨胀 所以可能联准会的高官认为说 加息会比预期来得更早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真的对市场有更大的影响 就是缩表 就是缩减资产负债表 可能比前一轮的周期来得更快 我们讲前一轮周期 就是讲2015年 当时年底 美国联准会开始升息到2018年 那一段时间 在伴随的大概在2017年的 2018年当时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所以中间他过渡了好多年的时间 好几年的时间才开始缩表 他说这一次不会是这么慢 这个周期会更快 而且明确的讲说 升息之后就会开始 一段时间就会开始缩表 那一段时间可能就一季吧 我个人在猜了 所以说这两个重点 就使得美股跌势胜重了 那当然就科技股跌最重 纳萨克指数跌了超过3% 费半也跌了超过3% 科技巨头们全部都躺平了 谷歌甚至一度跌了快5% 中场跌了4.6% 微软跌了3.8% 脸书也跌了3.7% 连苹果都跌了2.7% 所以美国科技股整体是创下去年10月来最大的跌势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富兰克林投顾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那这个科技股的跌势 你觉得它会持续下去吗 就短线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个消化 如果我们就NASDA指数就波段的一个跌幅来看 其实NASDA指数在去年11月19号 就是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相较于稻虫跟石潭普白指数 其实今年的3号跟4号都还在创下了历史新高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从科技股这一波 已经在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整理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联准会的一个鹰派 又让这一波就是今天的一个跌幅更加的一个剧烈 如果就波段的跌幅来看 目前大概是修正了6.8个percent 那这部分我们觉得如果以就均线来看的话 NASDA指数目前也跌破了就是在半年线的部分 可能短线上就是要去留意 在整个年线附近的一个支撑 大概幅度就是在还有3%左右 我觉得在年线这部分 应该是有机会扮演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参考去年年初 也是因为那时候担心通膨而出现值利率集弹的时候 那时候NASDA指数波段的跌幅 大概最大就是大概10.5个percent 我觉得这两个包括了年线的支撑 还有就波段的跌幅的满足点 大概10个percent 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科技股来看的话 因为短线上包括了 其实你可以看NASDA指数看起来好像只有跌7% 可是有一些真的比较高beta值的股票 尤其是去年涨比较多的软体股啦 像Salesforce这种 它波段跌幅其实都已经非常的一个重了 昨天第一天就跌7%了 对然后就波段跌幅就已经跌了大概有26%以上 Salesforce倒穷成分股啊 对对对那它因为它是做那个客户 就是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 那因为过去一年也涨了很多 那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股票 这部分我觉得反而因为它真的短线跌幅太重了 我觉得会开始慢慢有一些低阶的买盘进场出来 那这当中我觉得消息面可以观察两个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现在在美国很热 开始已经展开了就是CES的一个消费性电子展 当然主轴还是会包括了像是AI的一个应用啦 然后元宇宙 甚至在电动车相关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这部分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创新的应用是越来越生活化 而且越来越多元 这部分我觉得商机对台股或者是美国科技股来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一个丰沛 第二个当然就是要看一月中开始会陆续登场的一个财报 那一月中登场呢 主要还是会是以金融股先打头证 那其实在台湾过年的时候 农历过年的时候才是科技股的一个财报的一个重头戏 不过就这一次来看目前第四季的获利预估 还是可以维持就是21.3%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已经会是连续第四个季度都是获利成长超过两成以上 这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财报表现 如果是真的能够出现的话 那通常就过去经验 通常也是先预估会往下调 然后实际公布出来其实又非常的一个亮丽 所以我觉得就两个这个时间点 可能这几天美国股市还是会在这部分做一个震荡 那这部分我觉得可以留意 一月中旬真的财报出来之后 是不是开始美国股市有机会酝酿一个止跌回稳 甚至有机会重拾它的一个反弹涨势的一个多头涨势的一个触媒 其实我们看过去这个历史的数据 一月份其实美股本来就表现不是那么好 大概就涨跌互建 如果你看这个美股非常长线的 元月行情其实没有那么的 一月整个月就是说它涨跌 其实那么多年来它大概就是平平 就是它各半 那二月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况 美股最好的月份是四月份 四月是那个 四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最好的 十一十二月是耶诞跟感恩贾气 那四月份也不错 其实通常一四七十 但十月是比较例外 十月是比较淡的一个季度 一四七通常还不错 那一月份我觉得可能是中间会有几个月 像2016年的时候 就因为景气的担忧 然后那一个月美国股市出现非常剧烈的重挫 那我记得那一个月的元月份就跌了二十几% 所以可能去拉低了它长线的一个平均值 好 那你觉得三月就会升息吗 目前来看我觉得 我个人评估我觉得几率应该没有那么的一个高 我个人认为还是五六月份的几率 CME的那个飞多瓦 已经到了 将近七成 70% 一个三月升息的几率70% 对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因为之前鲍尔有说 就是在三月份结束购债 那他如果三月份结束购债 马上就宣布升息 除非说他真的看到就是通膨 或者是有什么更严重 他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的 不然的话 我觉得如同我刚刚提到的 就目前的通膨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在今年的一月份 有可能是来到一个相对的 一二月份有可能是来到相对的高点 那之后是有机会逐渐的一个从高点放缓 但不会回到很像过去那么低的水准 目前我们的预估 可能美国的通膨就会维持在2.5%上下附近 那距离现在的刚刚提到的 可能核心通膨有到5%以上 这部分你可以看到出来 只要它的通膨是逐渐的在改善 稳定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应该对于联准会来看 应该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政策的一个弹性跟空间 那回到长线来看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目前全球的政府债务这么的一个庞大 其实它真的要去大幅升息的空间 我觉得也是相对压力比较大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是油价没有跌下去 这个油价在美股大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美油跟不油收盘都还涨一趴 对那当然其实有一个是部分 当然就是在Omicron 大家觉得疫情的影响对经济的一个需求 原油需求的影响没有那么的一个大 第二个就还是在于 因为现在是一个冬季 就天气比较冷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对于能源的需求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热的 那再加上OPEC Plus的一个增产的一个部分 大致上都是符合在市场预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油价维持在这么高的一个水位 当然也是会形成就是通膨 为什么一直下不来就打不下去啊 你看油价跌下七十几块 六十几块 一下又回到八十了 之前Omicron的时候 它就自然下跌了 好那也是一阵子而已 对 好非常谢谢复兰克林投顾梁佩云协力 谢谢